我們要來到花蓮了 現在我駐的這台車 不是我們的外景車喔 而是民宿主人 貼心接送服務的古董車 今天生活萬事通 特地幫各位觀眾朋友們 找到了這間 充滿希臘風格的民宿 希臘手作旅店 而且聽說老闆不單是個大帥哥 還會彈吉他喔 老闆 我來 就是這台古董迎賓車 還會播放復古的音樂 讓旅客還沒進到民宿 就能夠有浪漫的感覺 這間以希臘地中海為設計 純手工打造出來的創意空間 淺藍色復古偉士排機車 花圃和牆上的壁畫 都是民宿主人小葉親手包辦 光是在花蓮找到合適的地方 就耗時八個月 現在坐在我身邊的是我的民宿主人 我們歡迎小葉 小葉你好 小葉你好 小葉 當初怎麼會想要 創作我們這間民宿 因為我在六年前來花蓮玩的時候 我住了一間很有特色的手作民宿 然後我心裡面就一直想著說要來花蓮 過這種慢活的生活 就一直接收這方面的資訊 那在兩年前我才正式移民 從台北移民下來花蓮 然後開始找房子 然後要準備要開民宿 但是找房子我找了很久 找了八個月 希臘首座旅店 裡面的家具擺設和房間佈置 都超級有特色 民宿處處都有驚喜 一進房就能聞到精油的香氣 藍白色地中海風主題房間 還有專屬小陽台 及明亮整潔的浴室 整個都是地中海風格 好浪漫喔 對 這一間是我們的 背包客四人房 我們專門設計給來玩的客人 他們四張單人床的設計 讓客人可以不一定要睡在 同一張的雙門床這樣子 對 目前我們很受歡迎的房型 就是這一間 牆壁是以不均勻的刷射 來讓客人感受到 有點粗糙粗況的手工風格 對 哇 很棒耶 不過我這邊有一個 很好奇的疑問 就是我們剛剛一走進來的時候 我聞到好香的味道喔 那是什麼啊 對 客人進房的時候 我們都會先預先點精油 對 讓客人一進來 因為客人到一個新的地方 他的嗅覺會帶給他一個 很深刻的記憶的印象 對 所以我們會特別點 地中海風味的精油 對 感覺好棒的特色喔 另一間Tiffany色系牆壁 搭配復古林格文的沙發 使得空間充滿文藝氣息 還提供留言本 讓旅客記錄旅行點滴 為了讓背包客方便住宿 四張單人床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空間 還有三樓的公共空間 三五好友可以歡聚一堂 這間房間它最主要的設計就是 寬敞的雙門房位住 然後我們要加入父母的元素 跟地中海的元素 然後打造這一間 讓客人一進來 就覺得很驚豔的房間 對 那我們這邊 除了這個復古的沙發衣之外 那我們也有設計 擺放了一個吉他 讓客人可以在音樂身中 能夠伴隨著路這樣 民宿臨近自強夜市及火車站 但卻鬧鐘取靜 有機會來花蓮享受美食 可以來這度過美好假期喔 逛完了西蘭風格之後 裡面所有看得到大大小小的手作 全部都是老闆自己一個人親手做的喔 好浪漫喔 感覺好像他人一場戀愛 下回如果你來到花蓮 一定不要忘了來這裡體驗一下地中海風格喔 喔